Hello,大家好,我是Steven,中国大叔在越南 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的在越南的一个开公司的朋友 阿星开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司 介绍台湾和越南的业务 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的越南学生 现在我们来做下采访详细要解一下 你好,阿星 你好 阿星在越南河内多久了 我在河内两年了 两年了 那阿星以前的中文在哪里学 我之前在台湾在新加坡在中国学的 我去过三个国家 就是你先学习的时候是中文是在哪里学 在台湾的 在台湾学 对对 你是去台湾留学还是工作 去台湾工作的工作 嗯 那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去台湾的呢 那时候是因为想赚钱 所以去台湾打工 赚钱 然后那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那你在台湾工作了多久 我在台湾工作三年 三年 也是在桃园吗 在台中的 在台中的 台中啊 台中啊 台中蛮多的 台中地方大 物价又不高不低 在台湾属于中平的 平均的 平均的 因为台北高高雄低 呃低 又台中的话就是不高不低 对对对 重要的是台中有很多企业吗 嗯 对很多企业 对 台湾最大的企业在在那里啊 对对好 找工作又方便一些 嗯是的 对对对对对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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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工作都喜欢吗 那边的环境 我觉得跟越南也差不多一样的 跟越南差不多一样的 哎呀 去那边 其实去那边就一两个月我就习惯了 吃了klart cause跟家里一样的 吃了也一样啊 有没有感觉辣 去啊 比如去市场买菜啊 买菜了 就是像越南一样什么菜都有啊 买什么都有 因为是你已经会中文了 所以感觉在台湾或者在越南 感觉没两样了 对对对 实际上我在越南生活一段时间 我现在也是去市场去超市 感觉就像在国内一样很方便了 对对对 这对于你的语言优势了 是 你在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 你觉得就是说 在台湾的越南人对不对 在台湾的越南人特别多 如果比如你去外边去外边去买菜 或者去大市场 或者去什么玩的地方 都有越南人的 都有很多 随便可以碰到 我也听很多台湾朋友讲 走到路边 路边都是越南的 广场很多都是讲越南语的 对对对 嗯 那你在那四年有没有交台湾的女朋友啊 啊 真的想找的是没找到真的真的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因为那时候太丑了很难看 他们说啊我长得很难看 不会了我看开玩笑 其实在那边那时候就想赚钱而已 哦明白啊 就想当时咱们去主要目的是赚钱 赚钱而已 对 是是是 萧阳过海嘛 嗯对对 区员一定是要首先第一目标很清楚 嗯就是要搞钱 对搞钱合法的 嗯对的 嗯 那你在那里一共做了几份工作 在那边呢做了一份工作就是啊 在一个工厂里面磨那个板手的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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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台湾我去的时候就是2012年2012年那时候加班费好像只有160块哦 嗯对对对那时候啊工作比啊工资比较低一点那平均薪水的话大约因为能拿多少那时候啊拿到啊17万台币吧一个一个月17万啊我我我我算一下1万7吧1万啊1万7 到2万2万2万要是7万太多了我我算越南顿买啊越南顿大约的好啊越南顿是大约的好越南顿了大概啊啊啊啊150万啊是不是啊1500万1500万1500万一个一个月1500万左右2012年1500万不少了是吧 10年还是还还要扣很多费啊中中中介费啊还有住房的还有人吃的都要都扣的那你当时交中介费交多少钱呢中介费啊那时候每个月每个月扣了400到500台币400到500这个是很合理哦很合理的每个每个月都扣的嗯这个合理了因为他给你有担保嘛 嗯还是要扣相应的管理费嘛对对合理哎你在那里四年一份工作又做四年啊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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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三年 这说明你是个非常坚持的人做事情有毅力能坚持这样这样的人一定能做老板呢哈哈哈哈你在那边工作啊回来之后就自己开公司对吗啊回来之后我就去新加坡两年就去新加坡两年啊那你在台湾的时候呢有没有去旅游呢有有都去哪里转了 就是每个每个地方都去台北啊台南啊高雄都去101大厦有没有上啊有有有上了有有11101对吧啊有有台北故宫有没有去 故宫啊啊台北故宫有有有有去过已经很多国宝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对对对对那还有这个玉山有没有上玉山啊有有都去中央商费都上了每个每个啊有名的地方 我都去过了台湾的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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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anderen里还有海边 海边 我台湾四周是海 湛南湛 是感觉海滩的很漂亮 嗯对对 海景很美 那你喜欢台湾美食吗 嗯也是喜欢 特别是臭豆腐 臭豆腐 啊对臭豆腐 那是台湾的 那一定经常去夜市了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夜市有 每个台中最大的冯甲夜市 是不是啊对 夜市 还有东海夜市 我有听很多 而且我有很多的越南朋友还有学生 他们都是去台中留学的 台中留学 对 第一物价相对来讲比较便宜 第二工作机会比较多 而且大学也蛮多 你在台湾这些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台湾最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边的人太好了 太心切了 对我太好了 很心切 他对我们外劳的 像家里人一样的 对 我也有听说 比如 我那边有一个 我叫他是妈妈 因为他帮助我很多的 如果每天 如果他偶尔还带菜给我吃 比如我下班 他 下班了下班下班太晚了 还带菜给我吃的 那时候我觉得很感动 他们人太好了 你只是住在他家里是不是 没有 我就住 离他家大概300300米 不认识的是不是 刚开始不认识 外人的 外人的性格很热情 对很热情 特别是对外国移工 对 对 是很照顾 对对 因为他们知道大家都是飘安过海 很远来 对对 过来赚钱工作的 没有 我很珍惜那段缘分的 现在 偶尔也是有打电话 有联系 有联系 还是要联系的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段好缘分 对对 是 你回来越南之后又去了新加坡 是的 你在新加坡了5年是吗 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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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从事什么工作 人家在那边跟车去送货 送货送货送货的 好 新加坡 那份工作 其实那个份工作比较自由 自由一点 每天都跑 全部都跑 跑很多地方 跑很多地方的 那时候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薪水怎么样 薪水 那时候工资 一个月大概1000美 1000美元 对 那也和和和这个在台湾的 2万多台币差不多了 对对 差不多 是不是 对对 就是相对来讲 就自由一些 对吧 嗯 有有 对 比较自由一点 那跑车管吃住吗 对对对 好吃包住是吗 他们有有 每个月有给200美 200美的住住啊 就是吃住补贴 啊对 补的 嗯 那你这份工作的话 去新加坡需要交中介费吗 没啊 没有跟台湾一样 就是台湾每个月都要交 可是现在新加坡没有 刚开始来的时候就交而已 哦 只是刚开始交一次 交了一次而已 对 交多少钱了 大约 那时候啊 好像是3,000 要到4,000美 还比台湾便宜一些哦 嗯 哦 还可以 就从新加坡回到越南之后就开始创业了 嗯 对对对 嗯 那咱们现在公司主要做什么业务呢 呃 我们我公司现在啊 主要是 来人出口啊 去 台湾去日本韩国还有欧洲 嗯 啊 那咱们主要就是 主要做哪个国家的业务 主要是台湾跟韩国 哦 台湾跟韩国 对 那像我们每一年的话 大概 办理多少越南人去台湾 啊 去台湾的话 每年啊 大概啊 1,000左右 1,000左右 嗯 哦 我们这还是只是一个公司啊 朋友们 在越南像这样的中介公司有很多很多 对不对 对对 那可以说一年下来几万人很轻松了 嗯 去年我看的越南政府挺记得是 3万2,000多人 就是全国嘛 嗯 3万2,000多人到台湾申请劳动的 嗯 哇 我们自己又做1,000 真的不错 那像我们如果说是 越南人去台湾 呃 申请的话 怎么样办这样的手续呢 手续啊 嗯 刚开始的时候就啊 呃 呃 来公司 然后面试啊 所以我们公司就 啊 就给他啊 开一下那个简历啊 啊 什么 什么信息 然后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要先面试啊 要先面试啊 啊 然后啊 啊 给他去 让他去学一下中文啊 学基本的 啊 基础的 哦 基础的啊 好像有大概三个月的这个 对对对 基本的中文啊 啊 叫叫刘 可以 嗯 然后啊 在啊 学习过的过程当中啊 我希望就找给他找找啊 担保 担保 去找给给他一个比较合适的 合理的工作 哦 给他找一个合适的职位啊 职位 对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他 他觉得可以的话 就是给他面试 跟台湾中间那边面试 我明白 第一是我们先面试 面试 面试 看看他的兴趣 爱好 以及想做的工作 然后根据他的意愿 然后给他找他喜欢的 喜欢的合适的工作 对对 找好之后呢 再由台湾的雇主 再跟他面试一遍 对对 这个面试是通过网络面试是吗 对网络通过来的 啊 通过来面试之后呢 那边的雇主同意之后 然后呢 我就给他办手续 给他办手续 就等出那个 面试通知 签证通知是吧 面试通知 通过就给他办签证 办签证好完之后 就等飞机票 如果就会过去了 那如果说从 越南呃办理这个手续去台湾的话 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看情况啊 如果如果他正常了 就是说没有特殊情况 没有没有特殊 一个月到三个月就可以就可以回了 一个月到三个月 周期这么长 嗯 如果如果 就是就是看情况 如果那边那边他们他们台湾那边啊 他们安排快的话就可以很快的 嗯 那我们这边的办手续的话 大约需要 有多少费用 费啊 对啊 啊 这边办手续 如果我们这边这边办的话 通常是大概啊 从4000到6000美金 嗯 啊 左右的 原来的差不多嘛 嗯 对对 差不多4000到6000美金 然后这一期合同是多长时间 他们可以在台湾工作多长时间啊 合同刚开始就签三年 然后然后可以长长期的啊 再可以如果他住完三年呢 可以在那边继续建合同 就是我们给他办的这个签证是三年三年 嗯 对对 三年 三年到了之后呢 如果他想继续留在台湾怎么办呢 就是可以局限在在台湾那边 那边雇主 可以帮他继续先再申请签证 啊 对可以现在再申请 嗯 好的 因为有很多朋友问嘛 嗯 那你这边除了办理签证之外 还有别的业务吗 比如说有台湾的朋友想合约男人结婚吗 啊 你们这边有没有办理结婚手续给他们的 有 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刚开始也也也现在开始 开始办之类了 就是结婚签证吗 结婚签证有的是吧 有有有 嗯 还有探亲的也有是吧 嗯 看见有有 探亲也有 探亲的是不是比较就是周期比较短一些 是不是对对 如果他的他的情况 如果呃 那去那边面试吗 没有什么问题就很快的 哦 嗯 因为有面面试有面试 那台湾 台湾 大使馆那边啊 面试如果通过没有问题 就通过很快的 嗯 嗯 嗯 OK 那阿兴你有你有名片吗 带名片啊 带了没有啊 没有今天今天没有什么 没有 今天没有带啊 今天没有带 嗯 那你的联络方式是用什么的 你平时是用 比如说有客户联系您是通过什么样的 通过脸书啊 Facebook还有沙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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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对在越南是经常我沙罗的时候 嗯 对 那你的沙罗是多少 啊 我的沙罗就是啊 0984 嗯 838 838 665 665 嗯 好 那非常感谢啊 阿兴啊 嗯 今天真的非常荣幸 能请大家感谢 嗯 好了 朋友们 那个 我们影片前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需要的 或者你有亲人 有朋友 或者有同学 想要去台湾工作的 那可以和我们的阿兴 啊 同志取得联系啊 好了 朋友们 非常感谢 那我们节目就做到这里 Steven在越南首都河内 祝大家生活愉快 开心快乐 拜拜 拜拜